大家好,我是王树森 上节课介绍了用户的Last End序列特征 这节课介绍定模型 它是对Last End序列建模的一种方法 效果优于简单的平均 简要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系统记录了用户的Last End 也就是用户最近交互过的N个物品 做Embedding,把N个物品ID映射成N个向量 最后对向量取平均,得到一个向量 作为对用户行为的表征 取平均最简单,但是效果不是最好的 最近几年的很多论文提出了更好的Last End序列建模方法 定义是最有名的一种序列建模方法 它是阿里在2018年提出的 有兴趣的话可以阅读下面的参考文献 想法很简单,就是用加权平均代替平均 本质就是注意力极致Attention 权重是候选物品与用户Last End物品的相似度 哪个Last End物品跟候选物品越相似,它的权重就越高 我画个图讲解加权平均 红色的向量X1到Xn是用户交互过的Last End物品的向量表征 这个蓝色的向量Q是候选物品的向量表征 候选物品是什么意思呢? 我解释一下 比如粗牌选出了500个物品 它们就是金牌的候选物品 金牌模型要给每个候选物品打分 分数表示用户对候选物品的兴趣 最后根据分数的高低 给这500个候选物品做排序 保留分数最高的几十个展示给用户 请注意区分Last End物品和候选物品 接下来要计算相似度 计算向量X1与候选物品Q的相似度 记作α1 α1是个实数 计算相似度的方法有很多 比如内积、cos都可以 也可以用更复杂的方法 同样的方法 计算向量X2与Q的相似度 记作α2 计算向量X3与Q的相似度 记作α3 同样的方法计算出αN 我们得到了N个相似度 α1到αN 每个α对应一个X向量 把α与对应的向量X相乘 然后把结果相加 得到上面紫色的向量 紫色向量就是lastN向量的加全核 权重是相似度α 总结一下定模型 对于某个候选物品 我们计算它与用户lastN物品的相似度 得到α1到αN 然后以相似度作为权重 对用户lastN向量求加全核 结果是一个向量 把这个向量作为用户的一种特征 输入排序模型 模型会预估用户对候选物品的 点击率点赞率等指标 这些指标会决定候选物品的排序 如果大家熟悉注意力机制的话 很容易看出定的本质就是注意力机制 下面我画个图解释一下 X1到XN是用户lastN物品的向量表征 Q是候选物品的向量表征 把N个红色向量作为key和value 把右边蓝色向量作为query 全都输入单头注意力层 query只有一个向量 所以注意力层的输出也是一个向量 如果你熟悉注意力机制 很容易看出定的本质就是注意力机制 最后我们对比一下 简单平均和注意力机制这两种方法 简单平均和注意力机制都适用于金牌模型 道理很显然 简单平均还适用于召回的双塔模型 粗牌的三塔模型 简单平均只需要用到lastN 这属于用户自身的特征 跟候选物品无关 因此可以把lastN向量的平均 作为用户塔的输入 但是attention就不适用于双塔模型和三塔模型 attention既需要用lastN 也需要用候选物品 这就有个问题 用户塔看不到候选物品 比如在双塔召回的时候 一共有上一个候选物品 用户塔只能看到用户特征 而看不到候选物品特征 但是din需要知道候选物品的特征 因此din不能放在用户塔 din不能用于双塔模型和三塔模型 这几个介绍了用户行为序列键模中的din模型 它的本质就是attention din适用于金牌 这几个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